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什么是全息经络刮痧疗法吗 你知道刮痧不仅有活学化于书经通路的治疗作用 还是一种预测疾病 调整平衡 改善亚健康状态的有效方法吗 国内著名中医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做客养生 给我们带来全息经络刮痧的最新理念 与观众朋友一起刮痧保健康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养生 中医刮痧是预防和治疗疾病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种刮痧的技法 并且普及到家庭中 对我们带来的将是一份健康的保障 那今天养生节目依然为您邀请到了 国内著名的中医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张教授您好 欢迎做客养生 那前几期您跟我们讲过的是背部刮痧 观众朋友看了之后都说特别好 背部刮痧对治疗特别有效果的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 您能不能再多教给我们一点 自己能刮的这种部位 我们可以自己学了之后 自己给自己进行预防治疗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胸部的刮痧 胸部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够到的部位 而我们刮是这个部位 其实主要就是指的有肋骨的这一个区域 按道理讲呢 胸部呢 胸腔的脏器就是心和肺 那肝胆脾胃呢 它是上腹部腹腔的一个脏器 但是呢 从这个体表来看 它在肋骨的下缘的里边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胸部的刮痧的时候 其实包括了心肺肝胆脾胃 这几个脏器的治疗啊 保健啊 预防等等方面的作用 那您给我们详细讲讲都是什么原理 你看啊 这是我们人体呢 经脉的图 咱们呢 今天重点讲胸部 胸部的正中 这个红颜色的是人脉 你可以看到人脉呢 走行于我们胸腹部正中线 上边一直到咽喉 然后到下颌 一直到下唇这个位置 所以呢 人脉它是否通畅 关系到我们人体整个的脏腹器官 都跟它有关系 那这个人脉相当重要 相当重要 中医是讲阴阳的呀 对 这阴阳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这个阳经呢 它主要走在我们的背部 阴经呢 大部分走在我们的胸腹部 这个划分呢 是根据天的道理 你看 古代人们在耕作的时候 都是面朝 黄土 背朝天 所以背部是太阳能照到的部位 它吸收大自然的阳气就比较多 所以人体呢 跟它相对应 天人相应嘛 所以人的背部走的都是阳经 那我们昨天讲背部刮沙 它相当于补人的这个阳气 对 那今天讲胸部呢 今天讲胸部呢 是调理人的阴经 调理人体内的阴 阴阳如果能够平衡的话 人就健康 那这个阴经反映到人体的身体健康状态 是哪些症状 我们就得先了解这阴到底是什么 对 什么是阴呢 周一讲了半天阴阳 那我知道女是阴 男是阳 对对 人身体上 划分来讲的 那可以分成这样的一个划分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里边它怎么去分阴阳呢 其实阳就代表动力 代表人体的功能活动 阴呢代表物质 代表物质基础 它们两个人是它们两个之间 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女性嘛 人们一般都讲阴柔之美 阴柔之美 对 如果这个女性呢 要是太阳刚了 可能人们就觉得她有点男性化了 是不是 不太欣赏 对对对 这是一个大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讲到阴呢 一个是物质基础 还有一个它代表我们身体里的液体 液体 对 血液吗 血液 血液 还有除了血液以外 身体里所有的液体 我们知道人体呢 这个水分是占绝大多数的 比例是相当高的 那么它呢 在我们中医里边都属于阴的范畴 当人体里边液体不足的时候 那么中医就叫阴虚 阴阳应该平衡 水火应该是平衡的 那如果液体要不足的话 阴虚了 火就忘了 所以阴虚的人呢 他容易有一些症状 什么症状呢 就是有一些热相 但是呢 这种热相还不是真的说的特别的上火 火特别大 那么中医管这种阴虚所出来的热相 叫做虚火 虚火 虚火都表现在哪 口舌生疮啊 或者是典型的五心繁热 脾气有点燥 对 脾气有点燥 还有就是倒汗 五心繁热呢 就是有的时候心繁 心口 两个手心 两个脚心 把它加起来是五心 如果人出现了这样的五心繁热的症状 那么中医就说是阴虚 这样的人有一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什么呢 他在睡觉的时候啊 他喜欢把手脚放在外面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习惯 你就知道 它是属于阴虚 阴虚 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这个一个表现呢 嗯 就可以适合刮我们的人脉 刮人脉 胸部刮痧里面刮这个人脉 都要调阴经了 这样的人呢 就很适合刮视胸部 来协调我们的阴阳 让他阴阳平衡 他是一个阴经的总的一个领导 所以我们在胸部刮痧的时候啊 特别要注意这三条经脉的调节 那我们能记住这三条经脉就能起到很好的保健 对对对 因为他对全身都有效果 对 您看又又能调阴啊 又管着肾 还有我们女性的这个什么身材啊 对对对 保健乳腺的保健啊 都有作用 是 我们今天的经络刮痧呢 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论 来选择刮视身体的这种经脉穴位 这是咱们经络刮痧要刮视胸部 对 他对我们的全身啊 除了局部的器官 心啊 肺啊 有保健作用 还对我们的阴经 对我们的肾 对我们的胃啊 甚至对心肺 还有这个胆经啊什么的 都有作用的 张教授 您看您以往跟我们谈的时候 都是给我们带来两张图 一张是这样的经络图 还有一张就是您研究了二十多年的 这个全息经络疗法的这一图 对对对 那这个图是特别变于我们记忆的 是的 这就反映这个部位上有哪些反射区或者是更便于大家操作的一些部位 对 说到这个呢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名词叫脏腹器官的体表投影区 体表投影区 对我们先把这个词解释清楚 对 那么在全息划沙里边呢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 我们调理脏腹啊有一个洁净 嗯 这个洁净是什么呢 就是刮视背部的脊椎对应区 对 你还记得吧 对 我们选取背部的跟这个脏腹相平行的某一个阶段 对 去刮视它两侧三寸宽的范围 嗯 就可以对这个脏腹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 对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脏腹器官的体表投影区 体表投影区 嗯 我们看这有一个灯 嗯 它灯必然下来呢照下一个影子 嗯 这个灯照射下来的影子的区域 我们就叫它的投影区 投影区 这个很好理解的 对 身体的投影是指 身体的投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脏腹呢 比喻成形容成一盏灯 嗯 它也可以发出光向体表投射 嗯 它投射的部位 就叫这个脏腹的投影区 嗯 这个脏腹的投影区 必然离我们的皮肤表面 跟它最接近的位置 啊 它们是最接近的 对 您当时讲 比如说面部刮痧的时候 我们从脸上能找到什么肝脏啊 心脏啊 这种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体表投影的话 这个内脏的位置在哪 是不是我们就找到它最近的皮肤 对 这个内脏在人体里边的什么区域 离它最近的体表的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投影区 投影区 对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刮了背部的肝胆 体表投影区 然后呢 左侧有脾脏 还有一线 这个区域就是脾脏和一线的体表投影区 那我们的中间呢 是胃 胃 这个区域就是胃的体表投影区 那么刮痧有一个特点啊 不管是经络还是全系刮痧 它要求部位不是太精准 我们刮痧的面积 一定要超过你所要刮痧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刮心脏的体表投影区 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 这心脏到底 它这个界限有多大的一个范围 是不是 它可能呢 搞不清楚 没有关系的 不是那么精确的 你只要知道它在左侧就可以 那我们就刮左侧 我们就左侧 我们刮的范围 大过这个心脏的投影区 上下左右 都比它大一些 那张教授 今天节目时间又到这里 马上要结束了 那我们明天再接着给大家讲 好的 好 感谢你 明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养生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唐和唐冠明播出的养生栏目 2007年9月份 孟显英突然发现自己脸颊右侧 出现一块一块的红斑 按一下也不褪色 慢慢的又相继出现 腹脏 乏力 全身浮肿的症状 丈夫连忙带着孟显英 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婚生无力 然后就是各关节都疼 孟显英早在1986年的时候 就被查出患有别型红斑 当时治疗及时 一年多以后 病情得到了控制 十多年一直控制的比较好 2006年 孟显英的病情再次复发 家人带她到北京治疗 检查结果显示 孟显英患有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狼疮性肾炎 在北京治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孟显英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没多久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孟显英的尿蛋白检查结果 又让这对夫妻 刚刚放下的心揪了起来 鸡肝到正常 就是尿蛋白那种好像还有 对于狼疮性肾炎患者而言 蛋白尿的露出 是困扰他们的问题之一 蛋白尿是狼疮性肾炎的典型症状 也是狼疮性肾炎 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 蛋白尿的产生和变化 也揭示着狼疮性肾炎的发展进程 持续大量的蛋白尿 预示着狼疮性肾炎 预后效果不佳 因此对于狼疮性肾炎而言 如何消除蛋白药 成为他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容易出现低蛋白血症 而这个低蛋白血症呢 在当蛋白低于20克的时候 容易出现全身的自宁 这个冲泄自宁的线上的时候呢 就是人体的这个吸血效效果 容易出现这种血栓栓栓的可能 就是说 肾炎肾炎容易伴发着急性肾炎衰竭 可是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 夫妻俩决定带着药回家继续巩固治疗 回到家中 除了服用从北京带回来的药外 亲戚又四处给孟显英打听天方和中药 然后就认为那个中医品管事 然后就一直就用的中医 泡脚也是 2008年8月底 孟显英的病情再次发作 就厉害的时候就腐碎了 全身中连也肿 孟显英的病一次比一次严重 一直拖到大年三十二 这一次丈夫直接带孟显英来到北京最有名的部队医院 保着康复的希望 孟显英开始了在北京的治疗 2009年2月26日 孟显英在北京301医院做了半永久治管术 这也意味着孟显英需要长年依靠透析 专家当时就说了 一辈子留开透析 当时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 我们也知道这个透析这个东西啊 越透越完蛋 透析虽然可以暂时减起孟显英的病痛 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孟显英的尿量越来越少 甚至到了无尿的地步 看着水杯即使渴得不行 他也强忍着不敢喝 生怕自己的水肿更加严重 除了吐息吃激素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就在夫妻俩感到绝望的时候 远方的一个亲戚打来电话说 青岛有家医院专制肾病要毒症 保着最后的希望 夫妻俩卖掉回家的车票 搭上了前往青岛的火车 亲戚介绍的这家医院叫青岛健康医院 是一家以治疗肾病尿毒症为主的专科医院 来到青岛健康医院后的孟显英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经过医院检查 他们24小时的尿量不足100毫升 腹腔内含有大量的基因 严重的浮助让他看起来不成样子 医生在看了他从北京带来的检查报告后 结合医院的中医特色治疗 当天就给孟显英制定了第一阶段的治疗方案 第二天孟显英就看到了疗效 第二天开始尿量就多了 第三天开始就逐步增多 第四天第五天开始就尿量就达到1400了 真可以说是奇迹了 不知不觉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孟显英的病情一切都在逐步好转当中 正当夫妻俩盼望着能早点康复出院的时候 孟显英的病情却突然发生了病化 通过治疗之后呢 尿量逐渐增多 尿量最多的时候呢 是1700毫升左右 在患者住院到32天的时候呢 这个住院医师告诉我 这个孟显英呢 尿量突然减少 到900毫升左右 健康医院的专家 为孟显英制定的治疗方案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圣灵依据的孟主任 经过实习分析 反复查看孟显英的各项检查报告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影响了孟显英的康复呢 我们通过组织专家在此会人之后呢 治疗方案是没有任何的错误 我们通过患者进一步的 这个寻美病时呢 口律的患者这个离家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同时呢 非常缴念自己的儿子 我们口律通过病症口律 他是干预器节 也就是说心情的心结打不开 经过医护人员耐心的开导 孟显英慢慢地打开了心结 很快孟显英的尿量再次恢复到正常水平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公勾治疗 孟显英已经恢复得相当好 出院前 医院再次对孟显英做了全方面的检查 检查结果让夫妻俩感到很高兴 通过这个三个月 近三个月治疗呢 患者呢 皮肾规矩和气血规矩的程度啊 明显的应说是有所恢复 为什么呢 脉相我们侧着脉仍然是缠脉 脉而有力了 另一个呢 就是他我们通过全面检查之后呢 他的这个血色素明显的上升恢复的正常 而且呢 这个鸡肝啊 尿素蛋啊 这些尿酸呢 都明显的毒素就明显的下降 全身的症状应该是都非常不错 奇迹是有的 但是不可能总发生 没想到奇迹在这发生了 康复奇迹终于出现了 在青岛健康医院经过近三个月的治疗后 孟显英已经完全恢复成一个正常人 出院前 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个小手术 那就是把他在北京做的 伴永久性透析治官给他取出来 那就意味着他以后再也不需要透析了 我们也希望孟显英今后的人生能够幸福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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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